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世界多国仍是依赖传统化石能源 导致温室效应不断恶化 世界粮食失收 传染病增加 极热和极懒的极端天气经常出现 那有没有新的能源可以替代呢 本国联邦政府宣布 开发小型核子反应楼SMR 希望早日摆脱化石能源 成为本国减排的话的关键部分 SMR和传统大型的反应楼有什么区别呢 如何确保安全和防止核事故 最近医学杂志柳叶都发表报告 极端高温导致世界粮食失收 每年因为粮食危机而受影响的人口 数以千万计 那份报告同时指出 世界对化石能源的持续依赖 不但导致粮食危机 还增加了和高温有关的疾病 包括传染病的风险 为什么不能放弃使用化石能源 有什么其他的选项呢 中国是70%是依赖煤 过去一两百年来 大家都使用这种化石能源 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的测试 来使用这种能源 回到我们加拿大 我们隔壁的魁北克省 它是90%到95% 用的是水力发电 这是相对比较干净 我们安省的60%用的是核能 也不错 因为我们安省2014年就停止了燃煤 就不用这个化石的燃料 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是用天然气 用的比较少的 例如说像法国 它70%以上是用核能 还有欧洲一些国家 它的可再生能源 例如说风能太阳能 它可能增加到2-30% 甚至可能会接近40% 但是它其他剩下来的 还是需要化石能源 我们有用太阳能 我们有用风能 我们有用水能 我们有用核能 但是目前来讲 它不可能完全替代 这个传统的能源 氢能是我 目前我自己比较关注 和参与一些相关的工作 这个氢能 它被普遍认为 是一个终极的清洁能源 因为氢就是氢气的氢 它跟氧气反应 它就会可以作为燃烧 可以产生热 它也可以通过一个叫燃料电池 来发电 直接发电 那么它唯一的产品 就是水 就是氢气 加上氧气 它产生的是一个水 所以大家认为 它是一个很清洁的能源 但实际上 这是因为是一个很新的能源 它本身没有大量的存在于地球 所以它是一个二次的能源 什么叫二次能源呢 就是说你可能要通过太阳能 通过风能 来才能制造出这个氢气 在过去核反应堆 即是反应炉 因为经济效益优势 建筑规模逐渐趋向大型 1986年前 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尔核事故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能化电厂以外 释放出来的辐射线剂量 是投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而2011年3月 日本发生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上 也都被分类为最严重的7级 在国际核出现问题 这个前苏联 就现在在乌克兰这个事故 他当时出现核事故的时候 是人为操作上的错误 没有截断他这个核反应 就是没有把他反应那个心 没有把他脱离了他的那个关系 使得他不断地在反应 所以到他发现要控制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其实人为的错误呢 现在就是说我们用了很多的 什么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 还有呢就是多几层的措施 像我们加拿大的这种核电站 他起码有三重的安全措施 那么他这样的话呢 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保险 由于他现在是比较新嘛 所以他考虑的因素就考虑的比较多 当然他也会想远远不止曾经发生过 他会设想很多不同的scenario 不同的场景来设计这个安全的措施 小型无快化反应堆 是比常规核分裂反应堆 小很多的反应堆 据悉可以解决 传统反应堆建设必须考虑的财务和安全障碍 一方面佔地面积小 大概是传统核电站面积的10% 减少建筑物的结构就可以增加建筑效率 并且可以使用无需人为操作的被动安全功能 而边缘偏僻的地区 电力需求通常是少 而且多变 小型发电厂就比较适合 SML就是这个small modular reactor 就是小型的模块化的反应堆 那么它跟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核电站的核裂变的反应堆呢 它的最大的区别比较通俗来讲呢 就是在规模上的不一样 这个举例来讲 我们多伦多附近的这个Pickering 这个核电站 它的总的这个功率是3100兆瓦 那它是有6个反应堆 那么大概每一个反应堆 就520个兆瓦左右一个反应堆 但是我们讲的这是SMR呢 它可能是几到10到接近100个兆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是说我们传统的反应堆的 1%到20%这个范围 所以它首先就是它的尺寸上的一个区别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些小型的反应堆呢 由于它的小型还有这种新 相对比较新的这种结构呢 它相对来讲呢 是会比我们传统的这种核电站呢 它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 还有一个呢 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可移动的电站 比如说很小型的话 它可以装在一个卡车后面 把它窄到你要用电的地方 采用SMR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可能是许可流程 而本国联邦自然资源部就在2022年10月宣布 打算开发电网规模的小型 无快化反应堆 来加速摆脱化石能源 其实呢 我所知道的 起码在美国呢 它也同样在做类似的工作 他们美国也有一些公司呢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自己以前是作为安省的这个 律师基金的评审委员呢 我也看过一些项目的计划书 就是我们加大本土的 就是SMR的 其实这个概念是四五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我们加大目前大概有27个反应队在加大 美国有105个左右 可能它有些多一两个 就可能今年关一个明年开多两个 所以大概这个这个范围 所以加大在核能源方面的应用呢 算是比较先进的 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的曼哈顿计划 就是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 三个国家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是有非常之先进的核技术 加拿大是完全是可以造原子弹 成为一个拥核的国家 不过你知道我们加拿大人是非常爱好和平 所以我们加拿大是主动放弃了拥核武器 安省应该有十多个反应堆 它分布在主要在两个大的核电站 一个是Bruce Peninsula那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隔壁的Picoline这边 提到反应堆 大家就会上到安全问题 目前使用的这一种叫做核反应堆 用在发电上面 它这个叫做核裂变 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子 它把它变成更小的 我们加拿大 例如说我们普遍用的 是由我们加拿大自己品牌的 这个叫做Candu反应堆 C-A-N-D-U 这个Candu的反应堆 它本身从设计原理来讲 它是相对比较安全 因为它用的核原料是不需要浓缩的 本身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第二个我们加拿大的核工业 它有一个很好的记录 就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工业事故 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小型的反应堆 它从这个原理上 从那个安全设施上 包括它本身规模比较小 所以相对来讲 比我们传统的这种大型的 应该来讲是更安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要建一个大的发电厂 你都过百亿加币 这样的话你的前期投资 你未必有钱去建一个大的 但是你可能有钱 一个一个建小的 还有就是时间问题 小的你可能可以几年内 甚至两年它就可以用了 这项技术被列为本国减排计划的关键部分 目标是到了2050年实现正零排放 这个目标是可行吗? 我们还是有排放 就算我们人不排放 自然街都有排放 现在最新的技术叫CCUS 就是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就是探补货 利用和储存 现在目前来讲 基本上发达或者西方国家 大部分都是承诺 是说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 也取决于我们的整个全球的情况 还有技术的发展 也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例如说欧洲的北七 它给炸了 一炸了它示范出来大量的甲烷 甲烷的它的温室气体效应的效果 它一个分子相当于21个二氧化碳的分子 就是说它的温室气体效应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所以它这个等于你某一国家全年减排的效果 一下子给它这么一个事情就抵消了 火山爆发它也会排放出很多氧化碳 森林大火它也会排放出大量氧化碳 这样发展轻能产业项目 能不能够解决到延迷之急呢 那么它呢 目前来讲它也只能够部分的解决我们的 降低碳排放的这么一个问题 它也不可能100%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来讲 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就是说要规模化 降低它的使用成本 我预计十年内这个技术 就会比较广泛的应用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请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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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